Lio聊世紀天影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對上葡萄人 這場比賽是賽事比賽 這個是塔套對上viper的 算是邀請山坡表演賽 實際的比賽名稱我不太清楚 因為比賽名稱就寫著塔套vsviper 非常有趣 好我們先來介紹文明 紅色是選擇了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的海戰方面 基本上是全滿的 只有沒有這個投石車戰艦 還有這個重型爆破船 以外該有的都有 連這個金略火炮戰船都有 所以到了後期 海戰來說 並不是太有優勢也不會太劣勢 那他本身是漁船比較便宜的文明 所以一開始初期 如果你想要投漁船的話 可以先把碼頭蓋在後方 那如果你想要先打快攻的話也可以 那義大利人就是這種彈性 那為什麼快攻也可以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科技是半價的 他的碼頭科技半價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前期 可以有一些的這個經濟上的一個優勢 那他前期可以多出一艘戰船 可以去壓制敵人 但義大利人我覺得玩起來 沒有像其他的像葡萄牙 或者是孟家這些文明 特別有感覺 因為孟家人本身他的這個戰艦會回血 那葡萄牙人是本身血量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造成義大利人在這個對決上來說 我覺得塔套可能會比較劣勢一點 但是義大利人的一個海戰方面 除了基本上是可以打之外呢 但他的陸地戰也是蠻猛的 因為他的火槍兵費用是減免20%之外 地龍時代還可以輸出這個傭兵 傭兵是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直接拿來使用的一個單位 所以義大利人可能塔套 是想要在前期的海戰打到中規中矩 至少不要輸太多 然後後期再轉一波傭兵登島作戰策略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葡萄牙人viper 葡萄牙人最大的特色是 船艦的血量會增加10% 不要光看這10%看起來沒多少 其實這跟192遊俠的道理是一樣的 這個血量多這10%就會 可以逆轉這個戰局 那當然孟家這個回血也是 不要小看這個回血 有時候這回血多回敵血 可以多抗一發弩砲的擊火 哇那個傷害數值差距就有點變大了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葡萄牙人 還有這個所有單位的黃金減免20% 這招救他 不管是要打登陸戰或是打海戰 都有一定的一個優勢在 所以我覺得葡萄牙人 對上義大利人 我覺得葡萄牙人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我覺得義大利人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覺得值得一提示 葡萄牙人他是沒有重新火戰船 所以他基本上只能打奴炮 奴炮路線而已 那他也沒有這個造船員 所以後期沒有這個科技 他的木材的費用會 做比較多一些 而且造成速度也比較慢一點 那義大利人就有這個優勢 所以兩邊打起來的一個結果 我會覺得義大利人 是在造船員這個方面有優勢 當然爆船艦比較OK 但是葡萄牙人是有血量上的優勢 只要多出一些自爆船 再配上弩炮戰船 就不用害怕對方的火戰船 就沒什麼問題 目前看起來這場優勢是有viper 優勢比較大一些 我們先來加速一下下 那我們來看到塔道這邊 是先在前方下的碼頭 這個漁船蓋在前面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這個有可能塔道是想要前壓viper 那前壓viper的話 可能會多銀翼燒的戰徑 但是這個戰徑要多銀翼燒的話 也是要到城堡時代 因為封劍時代的戰徑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這個科技減半效果 並沒有影響的特別誇張 那我們就來看兩邊的經濟配置吧 那目前看到義大利人 塔道這邊是配了六木 六木配是正常的 那如果他是要打封劍火燒船的話 就待會他差不多要去挖黃金 等一下封劍時代之後 就要拉人家 拉一些人去挖黃金會比較好 這邊待會黃金肯定會不夠 先來看一下viper這邊有嗎 viper這邊還在出漁船 待會還沒有開始挖 這邊已經開始挖了 四個人來挖黃金 看一下viper viper這邊的行動線 這邊是雪地先去採果子 黃金是拉兩個人去挖 這邊是二金的配置 那二金配置的話 就會變成說只能當馬頭 一個馬頭去做出戰艦的動作 如果你要雙馬頭運作的話 就是一定要四到五個人 多隻大概六個人 我覺得五個人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由於剛開始的時候 黃金的褲場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要厲害的高手們 他們會在後面再配一些人來挖黃金 不是一開始就配到五個人或六個人 那這個算是一個細節的部分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就像我一樣 就直接拉五個人來挖 甚至六個人來挖就好 就不用再動 那待會就直接補木頭啊 食物啊 讓繼續自己的經濟再好一點 那viper這邊是決定要棄打這個戰船 直接升城堡時代 那我們之前的海戰影片也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 如果你是直接要棄海打法的話 魚船不要出超過六隻 四到五隻是能接受的 因為這幾艘魚船就是你要拿去送掉的 那viper也沒有把魚船放在後面 反正是騙到了對手 逃到這邊 所以這邊他以為 他以為他要弄的話 是從後面開始 結果 馬頭是在前方的 那如果是棄海的一個狀況呢 魚船被燒就直接跑 去拖對方的魚船的這個時間 不是魚船 戰艦這個巡邏時間 能逃掉一艘就是一艘 盡可能散開來會比較好一點 順便拿去探圖啊 都蠻適合的 好 那viper這樣一個打法 就是優勢就是可以先上城堡時代之外 待會再補一個碼頭 打贏海戰的優勢會比較有一點 因為布塔歐倫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他這個戰艦的部分 血量加10%的效果會更明顯 有升級潛跟升級後 這個血量差距數會差蠻多的 好 viper這邊按了一艘戰艦 火魔頭開再出 待會要直接升這個火戰船 這個要先燒這個村民 村民要先被燒死了 那viper這邊 上面也出了一個 碼頭新的 先升級好奴炮戰船 奴炮戰船一升級好之後就變火戰船 所以viper這邊可以優勢 打出自己的戰艦優勢 升級好 可以先來攔截一下 OK 攔截 差一點點就可以燒掉一艘魚船 有點可惜 後方有兩艘戰艦 是塔套的 塔套這邊戰艦也是想要去巡邏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啊 或者是對方有愚蠢 但這時候塔套也是升級好了 奴炮戰船升級 那現在就變55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戰艦血量差多少 一把Stitch的火戰船對上132滴 整整度的12滴喔 這就是一般的180的遊俠 對上192遊俠的血量 這個就會比較有感覺 VIP這邊直接用火戰船燒爆了塔套這邊的操控失誤 直接損失了將近三艘戰艦 VIP這邊繼續用微操繼續拉打 但是塔套這邊是已經優先開下了3TC 經濟已經開始濃了起來 VIP則是先雙TC 看能下了一個大選 可能要點個彈道學 或是要點一些奇怪的科技 例如什麼建築學啊 或者是火箭之類的 但這個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因為以前的VIP是有做過這種事情 就是在沿岸開始蓋起箭塔 然後點這個火箭 去偷偷射對方的戰艦 這個有點凶狠 直接把這個箭塔插在這裡 直接封鎖他一出來的戰艦 但這個是題外話的 很久沒有看到這種怪招了 因為這種怪招會很拖經濟 去到處插箭塔的話 那這招的話是玩韓國的時候比較適用 用韓國的箭塔 這個一層技術 可以讓箭塔射程非常遠 在這個打海圖的時候 韓國其實是防守文明來說 打海圖我心目中最強的文明 不能說他是最強 但是至少是我心目中最強的防守文明 那接下來 白河這邊是稍微巡弱一下 看到後方有些有在捕魚 這個殘忠戰艦依舊在這邊防守 白河後方也是有 但這邊拉了三隻老頭 直接做一個海岸防守 那老頭也是可以直接造想對方戰艦的 所以對於打海圖來說 僧侶少量的處是有一定的幫助 尤其是守在這個碼頭附近 在捕魚的地方是蠻有用的 好 白河這邊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 葡萄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直接到帝王時代 蓋滿200人口的房子 白河在補房子 然後直接下這個港灣大長戰 去做一個開農動作 那直接補到大概 三艘 四艘 不是四艘 四棟 好這邊招翔 只招到了兩台 不是兩台 兩艘這個戰艦 那待會白河這邊 有可能是要打無限支援戰術嗎 這個有點看不太懂 白河現在的想法 好 果然是蓋下了這個港灣大商戰 兩棟 先蓋兩棟 待會有資源再蓋 不 三棟第四棟 直接三棟喔 不好意思 好 白河這邊選擇了首推車 加上重型爆破船 開始要把這個經濟搞好 這時候 塔塔讓了一隻刺頭溜到了島上 看一下白河的進度 欸 看到了島上果然有這個港灣大商戰 果然是要來開稿 那這個無限支援戰術喔 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每秒都可以產出所有的支援 欸 白河果然斬 果然蓋出了第四棟 那這個戰術我會建議有四到五棟 會比較適合一點 至少要有四棟 原來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因為你要打這個戰術 基本上就是要讓你的人口 直接飆到兩百人 兩百人口 然後 待會喔 村民太多 要再低 村民資源夠的話再低喔 當然現在資源不夠的時候 村民可以繼續按 甚至蓋更多的港灣大商戰 如果有換過是蓋到六棟的 六棟港灣大商戰 超狠 然後資源夠的時候 再把這港灣大商戰再低掉 轉出冰喔 這個概念喔 其實跟這150吋的戰術 是有點 相似的 人口換經濟的概念 那 葡萄牙這個文明喔 更適合這樣打 但是其實你一般農上去的方法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其實也不會太遜色於 這個葡萄牙 這個港灣大商戰 這個無限資源戰術 甚至喔 你用村民去農的資源出來 是比 VIPER這個打法 的資源還要多的 那 這個是需要到50分鐘 至60分鐘之後 這個戰術 才會比較明顯有感 因為到了50分到60分之後 黃金跟石頭 其實是挖得差不多的 那在資源挖掘 已經挖到乾掉的時候 葡萄牙這邊資源還是可以繼續產出 那這個差距就會越打越大 所以塔塔這邊現在是有時間上的壓力喔 因為他要在現有的資源裡面喔 擊敗VIPER 那VIPER則是要在現有的時間裡 守住家裡就可以了 那他這裡也不用太積極做反攻喔 甚至去壓制海域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VIPER在這一點 他已經很明確知道自己要幹嘛了 所以他並不會那麼著急喔 去做一個強制要登陸戰啊 或者是要馬上爆一堆兵出來 他其實都已經想好了 這個算是VIPER他一直可以撐爆很多地圖的原因喔 他在不管是什麼地圖中 他都已經有一套自己心目中的SOP了 該怎麼打就該怎麼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很少人可以做到的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玩葡萄牙或意大利啊 你都不太確定自己要幹嘛 或是自己也不確定要拿什麼打法去針對對手 或是有什麼應對策略 那VIPER都已經想好 反正海打輸 我就轉無限支援戰術 待會上到了地龍時代 直接轉騎士或強奴 直接射爆對方的陸地單位也可以 或是來一個戰艦 海岸封鎖也是可行的 那塔塔這邊喔 有兩個打法 一個也是就是戰艦嘛 我們剛剛說的戰艦直接也是跟對方硬打 反正他有造船員嘛 造船員造船艦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再來就是直接打一個登陸戰 這邊是有想要打登陸戰了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那義大利打登陸戰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這個傭兵喔 傭兵直接爆一大堆出來 但這邊沒有升級步兵防禦 也沒有升級這個公斤生肉滿 然後軍也沒有下 軍有下不好意思 軍也沒有繼續補 沒有補在家裡 因為補在家裡的優勢 就是可以按一些傭兵出來 去爆兵一直打這個登陸 那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打這個傭兵登陸的可能性偏低了 他可能這邊只是想要暫時 去打這個中間的黃金礦地區 去把中間這個地方拿下 改動城堡 結果這邊還是要打登陸嗎 這個我以為硬書船是要來中間 結果他是跑到了後方 這個就是沒有看比賽 如果我有先看這場比賽的話 我就可以G透給大家了 有時候這個戰術我不會說得很準確 就只是因為我沒有看過這場比賽 只能用一些比較客觀的方面 去解釋喔 這場比賽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不是每次的預設都很準 欸! 結果下次馬舅不是軍營 哎呀 義大利人打漏馬 這個有點好笑 但是又低調喔 馬舅低調 然後轉工程機製造所 這個可能是要出火炮吧 火炮然後 可能是有哨戰 他覺得可能有點難攻進去 而且這裡有洞城堡 這個城堡可以很好守住 百婆現在支援點 好那這邊看到哨戰 持續被招強掉 後面又補了 又補了 馬舅 大魯馬已經升級好了 打到這邊的一個想法非常有趣 老馬持續再做騷擾 欸! 這邊招到了一個 反正招少戰喔 瞬間去招了刺火 刺火瞬間被招走 還有這間戰艦也是回防 但是這邊看到馬舅 馬舅 馬舅應該就覺得應該壓力沒那麼大了吧 我覺得 馬舅這間戰艦出來了 重型奴炮戰艦 血量182滴血非常多 這個火戰船也才140滴血 這就是葡萄牙海戰最厲害的地方 哇這到底有幾個碼頭啊 將近快10個 好 外朋友少量村民 想要直接過來 敲這個馬舅 那為什麼外朋友拿村民來打呢 因為他現在村民太多了 可以送點村民喔 反正現在無限支援戰術打下去 村民送掉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支援還是會繼續掉 只要村民不要掉太少 沒有辦法蓋建築物 其實都還好 好 那塔塔這邊也是 下面也打了一個登陸戰 想用森綠去招對方的港灣大商戰 當然沒有成功啊 因為如果能招到一個的話 就可以賺到很多石頭 也可以讓viper的經濟更不好一點點 好 最終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viper這邊應該是有他的用意在的 這邊損失村民也沒關係 人口疼痛出來可以蓋更多戰劍 甚至再補一個港灣大商戰也沒什麼問題 你看這村民還故意不熟進去 也沒那麼積極啦 不是故意啦 就是他也沒有馬上想要熟 好 好 但是這邊海上的部分 戰劍又壓了回來 來看一下這個重型火戰船 好 製造船炸一波 這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 viper這邊葡萄人的優勢 有這個重型爆破船 對上對方的重型火戰船 直接爆炸一波就好 而且重型奴炮戰船血量又多 所以怎麼打來說 這個塔塔海上的優勢 並不是非常的優勢 反而是葡萄這邊優勢更大一些 後面出了一台巨頭 開始反拆對方的建築物 看來這邊登陸戰失敗 戰劍到處支援已經幫忙手下沿岸了 沿岸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又開始把戰劍派了出去了 目前看到viper這邊的一個打法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之前我們講的奴炮戰船 配遇到對方的火戰船時候 你基本上不用出太多的奴炮戰船 甚至不是奴炮戰船 不用出太多火戰船去前面擋 你直接出爆破船就好了 這個重型火戰船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你如果你有重型爆破船 就出爆破船就好了 然後奴炮戰船大概出大概30至40招 然後後面就全部爆破船全部炸了一波 對面的重型火戰船 基本上是可以炸的光的 這就是奴炮戰船少量的時候就會這個問題 還是很容易被掃爆 所以一定要出這個自爆船 白河這邊開始沿岸開始在騷擾 這邊沿岸的一些資源點會有點危險 村民可能會被打 或是一些魚床會被燒掉 但是塔上這邊是努力防守 還點下了火箭技術 想要插襲劍塔或城堡在岸邊 去做一個防守 火箭技術點下之後 戰劍被這個城堡啊 劍塔射到的時候 傷害是非常痛的 所以就我們開頭剛剛說的那一幕 就是用 開始用劍塔直接插隱暗 去封鎖對方的海域的一個打法 但這個打法會有一個缺陷 就是因為射程不夠遠的關係 只要對方有這個金銳火炮戰船 或是單純火炮戰船 還是可以解的掉的 所以這個打法也不是無敵的 這個需要注意一點 好 那VIPER這邊支援量越來越多 時間來到四分鐘 VIPER再撐個十分鐘 就進入他的黃金期了 那到就是VIPER的一個比較衰退期 不是VIPER 塔套這邊的衰退期 好 那這邊自爆船可以再集火一波 藏在後方 但塔套這邊沒有直接上 反正是分隊了 冰霧隊可能是想從後面包抄 但這邊的火戰船已經燒掉了非常多 奴炮戰船VIPER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戰艦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這邊散戰船散得還不錯 這個有點像什麼散機槍兵一樣的感覺 但是這邊炸船沒有炸得很好 也是因為塔套這邊散兵控的很漂亮 後方這邊看一下 更多的火戰船燒了過來 奴炮戰船繼續輸出 兩邊的一個血量掉得非常快 兩邊都掉很快喔 但是我覺得這邊可能會塔套會贏 火戰船本身是Counter對方的奴炮戰船 後面有補下更多 奴炮戰船全部送光 這就是沒有自爆船在後方支援的一個奴炮戰船的問題 正面太容易被打爆了 自爆船繼續炸 炸掉了塔套這邊大量的重型火戰船 這一波炸得不錯 好那VIPER這邊已經偷偷登陸了 好這邊有一些清奇兵已經登陸到島上 塔套這邊有非常多的肉 愛人對肉馬應該不是問題 那兩邊肉馬互打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那葡萄塔這邊肉馬是比較弱一點的 只有清奇兵喔 所以塔套這邊可能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邊肉馬數量對接起來 來 開始打得贏了 好這邊打得贏肉馬之後 直接開拆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但VIPER我們又補下更多的馬舅 還是要繼續打肉馬嗎 這邊轉騎士也沒問題吧 葡萄這邊有黃金減免的效果 騎士也是很便宜的喔 不管是打強弩或是重裝騎士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VIPER這邊準備要來爆騎士了 沒錯騎士開始暗了 火神槍也點下 火神槍是要來出什麼 出火炮 火炮出了 在這裡喔 看到火炮 它是要出風琴炮 火神槍點下之後 可以讓火器吃到彈道學的效果 所以火炮打這個再移動單位 會打的特別準 這邊開始瘋狂亂砸 打個1% 但是有一滴血39滴 火炮是40攻喔 那本身村民有異防的關係 所以火炮一炮是不能砸死村民的 除了這個榴彈炮以外 還有這個伯冠蒂 這兩個文明以外 其他的文明都是要打兩炮 打一炮不夠 你有打過兩炮 好 那這邊彈士塔道也是直接打了一個登陸戰 後面的火炮也是跟了過來 但是塔道先打出了GG 這裡可能是看到重裝騎士已經咽了上來 然後可能認為 BIPER這邊經濟很好 殊不知BIPER最近根本是見底啦 其實還沒有到他非常強盛的時期 因為他這個打法一定要到了50分鐘之後 才會明顯打出差距 在這個時間點 BIPER還不是非常優勢的 結果塔到這邊抱著大量資源 打出了GG 哇這個有點尷尬 他可能就會認為海上拿不下了 這塊兩塊金他也沒辦法挖 可能大會黃金直接歸臉 就沒得打 待會中裝騎士過來自己島上也只有 弱馬可以擋 可能擋不太住 選擇打出了GG 然後我覺得BIPER這一波系列打法 算是一個不錯的教學吧 這個港溫大長戰 在這個島嶼戰爭中 其實是做到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島上很容易就沒有資源 那如果你要跟對方打到後期的話 這個港溫大長戰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BIPER這邊是選擇了五個港溫大長戰 沒有打到六個 五個確實蠻多的 那最少一定要四個 可是你們看到這個資源 就很明確知道 這個港溫大長戰 其實弱點還是很多的 並不是這麼完美的 其實塔到這邊再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打贏BIPER的 因為他這邊登陸時間再更早一點 然後直接打傭兵這個戰術的話 直接掠奪BIPER島上的資源 這個黃金資源 或是中間這個資源 然後在這邊蓋一些大型箭塔 對不對 其實還是有機會 可以擋住BIPER的騷擾 甚至把這個島上的黃金給挖光進 當然BIPER這邊給的壓力 也是給的很十足 直接爆重裝騎士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個重裝騎士確實解不掉 所以塔到也只能打出GG吧 這可能是塔到他看到的畫面 就是覺得BIPER還很有錢 殊不知這是BIPER最後一步的軍隊 然後來看一下上方經濟 來看一下塔到這邊支援木頭跟食物 領先非常多 食物甚至贏了快要1萬 黃金部分BIPER只有贏了大概快要3千而已 石頭是贏比較多是正常 因為港溫大腸彈產資源 石頭本來就比較多一些 好 那看到這邊的一個結果 這個塔到確實 這個時間點支援量是比BIPER這邊還要多一些些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